也就是说以后你可以用名称来代替这个范围 比如说那个Table Array 你可以像刚刚有跳出一个单位 也就是用这个名称 以后用组别也可以代表的是这个范围 他就等于这个了 这样的话会比较简单一些 你就不用再切过去再选取 那我们这个地方有A到E 注专按去不见 再一次 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哪一个是组别呢 编号里面有没有组别 在这里 那其实方法差不多了 怎么做呢 首先一样 插入函数 不过如果你比较不熟的同学 我建议你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把A先切出来 插入函数 先用那个文字函数 因为我要切这个字A出来 那找到哪一个 密的函数 按确定 他问你说你的Test就这个 你从第几个那就数吗 第五第六第七 第七个字 要几个字 一个字 这个时候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这边的结果 有没有 假如是你要的话 那表示 你这公式应该没错 没错之后 有按确定 组别是A 但是我不是要A 我要A的隔壁那一栏的资料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第二阶段 你把这个东西的公式 有没有 先减下来 再插入一个什么 检式与参照 的那个V路栏数 再来去查 先抓到A 再用A去查 那个对照表 OK 所以V路栏数 那把刚刚减下的公式 贴到这边来 有没有 分两阶段来做吧 因为刚刚是一次做完 我怕可能你们 对于这个 操作上不是那么熟悉 你可以分两阶段来做 OK 所以刚刚也可以分两阶段 先用MID 切出那个108 然后再把它贴到这边来 Table 这个Table Array是指什么 就组别 你可以直接打组别 或者按F3 不过理论上 因为我不知道这一台 可能我在录影的关系 应该会跳出一个 清单 里面会有个组别 可以用选的 F3 不过 我这边有什么 好像印象中有一个东西 设定到 那没关系 你可以直接打组别 或者选 再选一下 OK 它一样会跳组别 其实你们等下 F3也会跳出清单 OK F3 然后呢 哪一栏 第二栏 比对方式 完全比对 输入0就可以 我可以按确定 好 做好了 深等 深等是什么 你如果不确定的话 切到深等看一下 1到4 看一下 哪个是1到4 那应该是第一码 第一码 OK 所以它你会发现 深等 它是注砖 OK 然后呢 这个应该是2 那大概知道 OK 那按Shift键 再选一下 深等 那当然你也可以 什么 分两阶段来做 插入函数 先用那什么 文字函数 要抓第一个 不过你不一定用那个什么 Mid 你可以用Labs Labs的意思就是 可能会比Mid更简单 Labs的意思是说 从最左边算过来 我要几个字 一个字 这样可能会 一样是一嘛 Labs的意思是说 从左边